今晚新聞新聞新聞報電幕追真相 歡迎上線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呂惠銘 我們帶你來看國會 國會現在變成了什麼 嗆瞎大會是不是 先是有人嗆卓榮泰院長 你要是提國會擴取的副議案沒有過 你要不要下臺 卓院長是反嗆 那你直接提倒閣嘛 好不好 好嗆來嗆去 你不覺得說 那國會是不是沒有建樹呢 其實最近人民的行動還是有效的 輕鳥行動 現在很可能全台各地都要來飛一飛 但是也因為輕鳥人數 人數多的關係 所以呢 這個有一些效果是在的 這個不敢太懷 不敢太霸 譬如說花東三法的這個乾坑案 國民黨的不當黨產案 現在可能呢 不敢直接舉手投票 就給他撸過去了 而另一方面呢 在國會除了嗆聲之外還有一種電骨機 什麼電骨機呢 就是黃國昌跟卓榮泰 兩個人誰比較有公信力 還有呢 中東警跟副官級 這兩種更生人到底有什麼不同 等一下我們來了解一下 另一方面來看看美國總統拜登已經第五次提到了 如果中國侵犯臺灣的話 不排除要動用美軍來保護臺灣 另外呢 實際行動上在菲律賓美國部署了這個飛彈發射系統 直接建置北京 但是北京確實最近有一點這個走衰運 為什麼呢 在賴慶德總統上台之後 520之後不斷的文攻武嚇 沒有想到呢 卻遇到了這個黃仁勳旋風 然後這個效果不髒 臺灣人真的很喜歡黃仁勳 他這樣開朗的樣子呢 連小粉紅都可以直接說呢 這個country 絕對不是一個國家 而只是一個地區 怎麼回事稍待會兒來了解一下 現在介紹一個來賓 主要是資訊媒體王綠德 歡迎好 大家好 民政黨的政策會局長王一川 大家好 來介紹的是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 簡舒培 歡迎大家好 大家好 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周小平 大家好 再來介紹的是前民眾黨的中央委員張藝善 歡迎好 大家好 資訊媒體員陳東豪 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政治熱話題 來看VC啊 明明卓奎選的是咖啡 卻故意地上茶椅 原來徐曉星是衝著 北市警察局長人選問題 替蔣萬安討公道 謝謝許委員 我剛剛說我要咖啡 院長 對不起 剛剛說我要咖啡 有我的喜好 你給我的是茶 有你的理由 我都笑納 我也不會跟你換回來 卓榮泰巧妙回應 許小新是只愣了幾秒 還六度口誤 把卓院長叫成卓庫長 而翁曉林則把炮口瞄準 檔案理題 但行政院前一天 對國會擴權提出複議 還列出七大理由 幕後操刀法案的翁曉林 更是耿耿無懷 黃國昌也泡口一致 痛批行政院 吃散播假消息 還有傅昆奇 前一天怒嗆 復議案如果沒通過 要負政治責任下台 質疑傅昆奇不敢提倒閣 假設總統賴清德 在近日何可 必依前提法院復議 據了解國民黨團最快 可能安排六月十四 或六月十八進行表決 在此之前朝野勢必持續交鋒 好 先來看嗆聲的部分 行政院提複議案 傅昆奇說 黃國昌直接罵卓院長說 你就是說謊廣泛 到底誰比較會說謊 卓廣泛直接說 讓社會來攻斷 但這時候有人亂入了 是不是真的要提倒閣呢 王宏會講了 我就是鷹派 我如果可以做主 我直接提倒閣了 直接解散國會 大家再來輸贏一遍 王宏會這一區 他光是北松山贏的 他在中山區我記得是輸的 這次民進黨派出來的人 是最後在倉促上任的 他中山區還選輸 但是他北松山就是一大堆眷存 所以他就大贏 他其實很危險 他居然說解散國會 他到底在嗆給誰聽任 你不要忘記王宏會 當時 等於說台北市議員以後 他早上才講說 我就是臉皮薄 你知道嗎 我不會去選立法委員 下午的時候臉皮就變厚了 就宣布去選了 這特殊的增生技巧 是怎麼回事 而且還把這個議員的 這個選舉補助款領了以後 再領一次 那個立委的那個選舉補助款 他怎麼沒做做樣子 說要捐出來 捐出來 他至少做做樣子吧 他又不是中東景 對不對 人家苗栗信仰 中東景至少有捐出來 那選舉補助款 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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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他就不是中東景 那麼事實上王宏威 那麼這樣的動作 我們還是必須給他肯定 在國民黨一堆 沒有用的男人裡面 他算是一個叫小學的女子 女立委 為什麼 但是國民黨都說 這樣對不對 行政院長總榮臺提複議 這樣子是違反什麼 這樣是有的 然後講到說 那你們要不要把他給倒閣 把他給罷免掉 這個等於說 相當於罷免到行政院長 那倒閣的部分現在不宜 那就有的 說一大堆 你笑你不敢 因為如果你把他倒閣的話 把這個行政 我跟你說 他跟民眾黨作為倒閣有沒有 絕對過 因為過半 因為他們加起來其實是過半 所以 卓榮臺就沒有行政院長做了 可是總統可以宣布解散國會 重選 那麼國民黨跟民眾黨怎麼肯 死都不肯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馬上重選 在這個氛圍裡面 我給你報警兩不加起來 絕對不會過半 尤其黃沃昌不敢 柯文哲不會再提他 他絕對不會 柯文哲不會再提他了 柯文哲已經利用到完畢了 這兩天已經開始在切割他了 你知道嗎 已經很明顯在切割他了 隱狼入室了 所以你就知道 那更好笑是 這個傅昌吉說 卓榮臺你這樣提副議的話 如果你副議沒過的話 你要負政治責任 你要下台 那奇怪 那萬一過了 那你傅昌吉要不要下台 辭立法委員 對不對 不是辭總召委員 立法委員都辭掉 沒有那件事情 憲法規定怎麼做 就怎麼做 行政院長就是可以提副議 你可以否決 很奇怪 你不是加起來 你們既然可以讓這個 所謂的 國會擴前黑線法案過 你們就多輸 多數你們在 複議的結果 還不是你們贏 我說川北就是這樣 理論上是這樣 你是在怕什麼 然後黃國昌也是一樣 說 卓榮臺如果有風鼓的話 就應該如果複議輸的話 你就應該要知所進退 有 有 那麼現場十萬個人一起喊 黃國昌偽君子的人的口中 講出風鼓兩個字 我實在真的非常的佩服啊 你知道嗎 你有風鼓嗎 人的人一生中的骨頭有幾百根 對不對 我們不知道你剩下幾根 你看十年來黃國昌所寫的臉書這樣就好了嘛 好 重點來了 對呀 那麼所謂的 因為他們發到大小聲 我就不知道他們到底是CSD在症候群還是怎麼樣 他們到底是在怕什麼 因為照理來講 複議民進黨也是輸嘛 很簡單 照理來講啊 因為你國民黨跟民進黨一定贏的嘛 這樣是在怕什麼嘛 好 重點來了 複議可能比較難啦 但是要罷免可就不一樣囉 罷免現在首當其衝是這個雞人對不對 謝國良啊 但是很快耶 現在六月了耶 六月了 明年二月就可以開始 到現在大家可以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立法葉原資最近那個動作對不對 動作那個多低調啊 你知道嗎 那剛剛這個等於惠民不是講到那個王鴻威嗎 王鴻威不是說他贊成嗎 贊成這個等於說這個倒閣啦 說得很好聽 還要求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 要有所動作 要有所表現 我告訴你喔 王鴻威這次雖然選調 一種十萬五零五零票 那麼謝培芬是臨時壽命的 來的沒有多久啊 而且還是從大安的選區過來的 他得到八萬九千八百五十票 我告訴你 我長期我大概三十幾年前就跑中山區 中山區這個地方 中山區其實是綠小銀藍 如果中山區是提在地 不然佛黃鴻威怎麼可能那麼容易 中山區是提在地的這個議員也好 明代也好 還是出民進黨在這個地方的這個等於說 這個資深的政治人物也好 王鴻威你不一定會有勝算 更何況罷免你 我跟你說真的要提罷免對不對 你以為你的支持者 這十萬人投票給你的人都會出來啊 只要罷掉一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相行之下罷掉你另外一個上去 因為應該就是民進黨 就變成五十二比五十一 國會第一大黨就會變民進黨 我跟你說另外那個巴士 沒有在怕手巴士有沒有 是過我大兵民眾黨 你沒有發現你沒有發現民眾黨 跟那個黃國民眾黨的這個主席 柯文哲跟黃國昌 最近又開始在那邊說 可以跟民進黨合作 你沒有發現又來了嗎 是 所以呢 入死誰走還不知道呢 好 會不會真的進入大罷免時代 如果真的罷免了 有沒有可能民進黨在施政上會比較順利一點 這是一個問號 但是青鳥行怒之後很多人發現說 不是說用這個 這個多數暴力舉手表決 要過關就過關 還是要有道理才行 所以呢 民進黨民進黨劉光昌講了 展開街頭宣講 青鳥飛到各地 詳細來說明複議的理由 國民黨立委徐宇正也說了 針對這個國會 他所作為的改革 二十二縣市會進行說明會 那麼黃國昌 針對這個所謂的罷免倒閣 他不是改革改革搶嗎 最近有什麼樣的最新的嗆聲 來聽看看 老實講 佐隆太會付出什麼代價或成本嗎 不會啊 因為負益不通過 負益不通過 不通過就不通過啊 你以為佐隆太會辭職喔 那你就要看啊 到時候佐隆太他展現出來的是什麼 等他負益不通過以後 我老實跟大家講 我現在就可以預言在前面 這個說謊誠信的佐隆太 他不會接受啦 但你如果不接受 有封骨的行政院長該做什麼事情 這個我就要問你了 你覺得 就辭職嘛 好 Bingo兩個了 兩個總召都要求這個 佐隆太 如果你不已失敗的話 你應該請辭下方問 問題我跟大家保證 他絕對不會辭職 你被十萬個人罵偽君子 你都沒辭職了 除了那些是幾萬個人罵他偽君子 只有你一個人說他愛說謊 來 阿川兄民進黨接下來怎麼走 憲政的設計本來就是行政院可以提複議嘛 不然你就不要設計可以提複議嘛 那提複議完之後 行政院就是要吞下去嘛 就是這樣嘛 那大家要搶來搶去 那很簡單 那來釋憲的時候 如果釋憲這個法律是違憲的 那這次投國民黨跟民眾黨 要不要全部辭職 換你嗆他了呢 就是這樣嘛 你複議的時候說提複議的人 提複議的人 如果輸了要辭職 那現在提釋憲 提釋憲 釋憲出來之後說 裡面違憲 你問得好耶 啊裡面違憲 當時拿手的 總共六十幾個 五十幾個 要六十個 藍白的立委 要不要辭職 兩個插頭 違憲耶 還選立法委員 黃國昌 議員是說怪他們兩個啦 不要辭職 我不辭職 要不要辭職 人家在憲政設計上就是這樣嘛 你都複議也當釋憲嘛 所以國昌說這個也沒什麼意思啦 沒什麼意思 國昌還是這樣 國昌一直接受媒體的訪問 就在說什麼 這個要跟民進黨合作 說什麼 遞橄欖枝 你遞的橄欖枝有人敢去擠嗎 民進黨看到一個敢去擠 說話就沒信用啊 然後他說遞橄欖枝 之前有一個前提喔 文字說得很精準 他說民進黨必須承諾政策跳票 向臺灣人民道歉 然後跑來跟我們民眾黨合作對獻拔蠟票 你要叫我合作 叫我先給你負責這個 叫我先給臺灣人負責說對不起我錯了 我現在要來跟黃國昌合作 這個巴西做得比黃帝大 不可能的事情嘛 然後就說我們來用什麼 吹哨者保護法 居住正義 匯除兼財源財政收支方法 我們都會跟立營合作 你這些也可以去跟南營合作 如果這些法案都是對的 跟南營合作 那大家一起合作 把這法案推過去 你為什麼挑這幾個要跟立營合作 那你這幾個是不跟南營合作 復訓期聽清楚 黃國昌這幾個要來教我們合作 不要教你們合作 吹哨者保護法 居住正義法 匯除兼草驗財政收支方法 無法 國昌這人就是嘴要說 說自己都做不夠啦 錢都自己都矛盾啦 你要跟人家合作 你之前怎麼會新潮流的 你怎麼會新潮流的 不然要叫你豬肝 只接那個不能新潮流的 大家說就好 也說這樣 就是怎麼說 不然你說新潮流的都怎麼樣 那是新潮流的他不屑 要黃珊珊 那幾個呢 那個是何以施 kot 那 AlEdahl讓他還要安靜 現在民衆黨就是 不知道沒做過頭 你知道嗎 柯文澤說 民進黨都沒來找完了 都沒討論 都沒有討論 都以盛少講一件大疊 問題找你柯文澤在忙 找你柯文澤有侯嗎 找柯文澤黃國昧同意嗎 你意思說現在柯文哲 今天阿姨不走就對了 阿不 今天柯文哲有一發 怎麼會說的 他站腳的聲音說什麼 他說藍綠都要下鄉 跟人民解釋 早知道 就早一點在議會 在國會討論嘛 好好討論嘛 為什麼搞到下鄉 這句話說黃國昌聽啊 藍綠都下鄉 白不用下鄉 民眾黨 你也要下鄉嗎 我們全部都要下鄉 藍綠都下鄉 白要下鄉啊 白下鄉要花錢啊 黃國昌沒什麼去啦 黃國昌就參加國民黨就好了 參加國民黨的 副分期二十二就頒 最後主要來賓就是黃國昌 押走大進場 嘉賓 因為都他下鄉啊 幾本都他下鄉啊 剛才剛才說的自己也不是在說聲 所有的理論基礎都是黃國昌嘛 不用下鄉 他那違憲開鄉就好了 黃國昌叫翁曉靈嘛 翁曉靈不可能有黃國昌 他就有魅力嘛 所以告白國民黨的錢 他在這裡都要看黃國昌而已嘛 所以黃國昌最好就是國民黨下鄉 最主要的來賓嘛 柯文哲當然不會爽啊 柯文哲怎麼會無家呢 不然你們國會裡面 本來就好了 討論就好了 今天就不用無家 要下鄉啊 柯文哲 要下鄉 大家就要下鄉 你不可以落跑喔 柯文哲 他現在就下去花蓮啊 也算是一種下鄉 你只要站腳 旅遊 旅遊下鄉 我們為什麼要國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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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啊 我站腳 這裡都要涼洗涼洗 然後都要買黃國昌 你民眾黨的重點就是說 現在如果要說事情 不知道要找什麼說 如果要找柯文哲 或是要找黃國昌 或是黃三三說的有效 現在民眾黨就是說的都沒效 說都會說出去 你像柯文哲 叫蔡英文 建民到底有說什麼什麼題目 現在又是羅生門 民眾黨這種這種決策的邏輯 這樣的狀態不改變 民進黨根本沒有人敢跟你談判 好 我覺得其實這一次 這個國會的一個 這個擴權法案 整個討論的過程裡面 發現到民意還是有所支撐 民意還是有所判斷的 這是一件好事 所以藍跟綠現在都要下鄉 向彼此的支持者來進行說服 你看之前國民黨 揮槽也橫踩入照 就是也要推動這個國會無法的時候 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都不知道他投的票支持的是什麼 因為那是最高機密 你記不記得 其實我們一些來賓 國民黨的代表來到現場 立法委員等級的 他根本不知道他舉手舉的是什麼 你看這樣到底是有落還是沒落 所以我們說到底公信力誰比較強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最新的數據 但是更生人有兩種是確定的 這是洪生案立委講的 一種叫做中東井 一種叫傅昆琦 兩種到底有什麼不同 跟絲絲這兩種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來TBCR 我們來TBCR 根生人有兩種 不會其實是一種 中東井是另外一種 我覺得順便 八台拿了一個西瓜刀 劃破了肚皮 內臟都快看到了 這個腸子 被縫了十幾針 可是好在是輕傷 可以看到中縣長 在江湖上的打鼓過 對於一些事情 還是比較有現實感 相比副分級長期 在花蓮當一個國王 花通三法就像是副分級的 所有的法案 我們都會討論跟協商 反正我們黨內 一定會有一個 完全的一個共識 一些交通專業的一個專家 那當然大家都會認為 要審慎的來做一個評估 朱立文私底下說 花通三法已經被黑了 所以很難去推 黨團這兩天有提出來 不要硬急著推 這三個案子分開來通過 慢慢看慢慢尋 我們希望這次能夠分開處理 他說那種人用法理 怎麼不能回事 大尾我都認為 這個有點天馬行空 所以要通過的機率太低 所以我認為那個 是不是真的議題 是假議題 可是我還是對副總長 有另外的想法 因為他真的是蠻厲害的 那他說不定有什麼法寶 更生人有兩種 中東警 選機 選機今天說 對啦 我跟他們傷害過 這就是我的過期 雖然說 等下流出來 實在是不算輕鬆 他就給大家破壞了 我就是這樣 沒錯 這就是我的過期 這樣說了嗎 傅君是什麼樣的更生人 他說他刑法一百條 入奸服刑的啦 陳東浩 他刑法一百條 入奸服刑的啦 其實你在看中東警 譬如這麼多 第一 公為勝威嘛 第一個 就是我幹過什麼事情 我就承認嘛 第二個就是正常人嘛 正常人人 這個不會過嘛 就說不定在議會的時候跟你講假議題 這還不打緊 華東三寶不是現在才有 他還自己講 選前嘟掉韓國語 他不管是用國語 還是用客家話 應該還是用台語 跟韓國語講 選前當面跟韓國語講 花蓮會被害死 這個就是正常人 就是我們正常看就知道 什麼叫正常人 我們沒有不要花東 我也希望花東能夠方便一點 因為有時候大家真的買票不好買 只能開車坐飛機 可是最主要還是鐵路嘛 我們看過 看過富士奇那麼久了 富士奇的個性是怎麼樣 當他需要你的時候 他會很客氣 可是花蓮獎當久了 你知道嗎 當久了以後 自己就會有超越自我的信心 當然弄花東三法 問題來了 你弄花東三法 這個社會不接受 也不要講社會 青鳥的社會告訴你 社會不接受這個方法 不只是年輕人不接受 中產階級不接受 所有的納稅人 都希望他說清楚 到底要怎麼蓋 錢從哪裡來 預算怎麼變 這麼清楚的問題 他為什麼沒有辦法回答 不回答 在那邊講什麼 兩秒煞車 這些奇奇怪怪的事 那兩秒煞車有什麼奇怪 花東三法出委員會後 一共十分五十秒 十分五十秒 就嚕過啦 兩秒煞車簡單 我跟你講他幾月 他在委員會待的時間 好像只有不到一個月吧 還是還是三個禮拜 就出去了 三個表 三個案子 再加上我會表決最 我記得有其中有一個才一分多宗 不過其實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到 開始有一些國民黨 立委跟他切割了 當時我選這個 當時為什麼選這個總召 我之前就跟你說 他是病毒 你沒想相信 結果現在呢 我跟你講 為什麼為什麼這時候會縮 當然是因為青鳥 選區有壓力了 朱立倫才會有動作嘛 所以你才知道李克太太就出來了 李克太太多久沒出來 就李克太太這兩個 這指標啊 為什麼會有壓力 當然跟後面的選票有關嘛 有一些萬一那種一千多票三千票當選的 萬一啊 真的搞到罷免那怎麼辦 大家都會算票 兩邊只差六票 所以現在是各個區域立委 心裡有點擔心了 當然啊 希望這個總召可以更重 當然啊 要不然台中怎麼會立委 李克太太知道 最多時間回到叫阿姨 叫叫這些 叫這麼好 嘴巴又開始填了 對啊 為什麼會這時候阿姨這些什麼都來 富坤宇自己講 發動三法裡面 他只簽了一個就發動塊 剩下兩個是韓國瑜領銜的 要不要再去問國民黨自己 要不要出來講 韓國瑜會領銜是誰拿的案子 去他辦公室 這段不能夠說 可是第一個都是 是傅昆綺耶 對啊 韓國瑜的個性是不回話 韓國瑜的個性是不回話 這個很重要 然後你以為就有韓國瑜 他都會吞下去 立法院長很少提案 韓國瑜不會吞下去 他利用旁邊的人 幫他放號出來就好了啦 不然陳東老師 為什麼會問說 他領銜的前面是誰拿給他簽的 然後傅昆綺辦公室 沒有人到處放話 大家心知肚明嘛 是 立法院長領銜 表示那個案子很特別 這一次為了花東三法 裡面有兩個人領銜 政府院長 不是只有韓國瑜 連槍起承也簽下去 他們是沒有看內容 看在傅昆綺的民主就下來了 這都不重要 重點是什麼 我在看政治 這不是跟藍綠無關 政治人物 你怎麼樣可以讓人家多一點信任 其中有一個特質 就是你要表現的 讓人家覺得你可以高瞻遠足 我可以看得看遠一點 就是我比較有遠見 你知道花東三法什麼時候簽的 還記得嗎 三月 韓國瑜跟江啟臣兩個領銜 提那兩個案子簽名的時候 是三月的事情 六個月還沒過完 剛開始上旬而已 整個黨縮回去 就三個月的時間 我先不講這個是不是錢跟什麼都不先不講 三個月的時間 國民人多久 要表示你的判斷力有問題嗎 再回來看中東景 為什麼這時候你會覺得中東景 你講的事情 不分顏色 你自己的內心會不會覺得 嗯 對就是這樣 那叫什麼 那叫共 周登陰有沒有前科 有沒有過去都不重要 說這個人 這個人共一位 跟我內心想的 聽不下去 我們有共鳴嘛 傅崑崎講的話 你有共鳴嗎 朱立倫開了一個方舟 讓他回來了 現在傅崑崎跟朱立倫之間關係 到底怎麼樣 之前 互相利用 之前搶著刷黑卡 現在咧 我跟你講互相利用 沒有永遠的敵人 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只要朱立倫還是要想連任他的黨主席 還是要利用傅崑崎 傅會支持他 反正這件事情是一年以後的事情 對啊 這中間有太多人可以修補嘛 好我想請問一下易善兄 那柯文哲跟黃國昌之間 現在到底怎麼回事 對柯文哲找來黃國昌 我說這次所謂的花東三法亞 或國會擴權也好 都兩個人最笨 兩個黨主席最笨 柯文哲找黃國昌 是為了衝民眾黨的聲量 結果他的柯文哲的聲量 被黃國昌取代 那朱立倫找傅崑崎 當然是為了黨員 他連任黨主席 所以同舟計畫 找了一堆現在 國民黨裡面 黨員人數最多 可能就是傅崑崎 他是為了保住自己的 朱立倫自己的黨主席的位置 現在有可能被傅崑崎挑戰 而且被傅崑崎 至少被傅崑崑綁架了 所以花東三法這件事情 說真的國民黨在5月24號 所謂的三讀 通過國會擴權法案的時候 小平也在這邊 很多國民黨人都說 不會列花東三法 在議程裡面 都不斷辯護 是誰又把花東三法 再重啟起來 又是傅崑崎 他回花了的時候說 7月16號一定要過 所以整個國民黨才跳腳 才去做所謂的彌補的動作 所以朱立倫 還透過智庫 因為政策會執行長 就是傅崑崎 不能透過政策會 有報告出來 不可惜了 不能透過政策會執行長 執行長要蓋章 往一川也執行長 政策會的報告 是政策會執行長要蓋章 所以他只能繞過去所謂的政策會 直接找智庫去說不可行 這所以變成大家都在推 連傅崑崎也在推啊 推給誰 推給韓國瑜 我覺得推給韓國瑜 這件事很好笑喔 韓國瑜曾經有沒有展過 說花東三法 有 但是他知道 知不知道說 不可能那麼快蓋得好 知道喔 他說花東快 環島高鐵 蓋完之後 我都要去西方極樂世界嘛 所以他簽這個花案的時候 他還虧自己一下喔 對... 他簽這個花案的時候 他絕對沒去看 因為副官司裡面寫十年啊 沒看 怎麼可以簽啊 院長這麼做的 他總不能說 就算他十年內 十年內要去西方極樂世界嘛 所以韓國瑜簽那個法案的時候 事實上我覺得他完全內容沒看 可以這樣當地法院長 甚至不知道說十年內要通過 因為他自己的認知啊 韓國瑜自己的認知 就說啊 那花東高鐵要蓋得好 記者也三四十年以後的事情 怎麼可能說十年來 啊 副官司的法案就下十年了 所以這部法案 連韓國瑜可能自己都不清楚的情況下 國民黨所有人五十三席都簽耶 所以變成是副官司 也在甩鍋給韓國瑜 韓國瑜只好找中東井 這個西瓜刀來切割 這個花蓮大西瓜嘛 這次不是輕傷 這一切重傷 花蓮大西瓜 這一次被中東井切得重傷 因為中東井講得對 他這句話 為什麼中東井特別要講說 他是跟韓國瑜談過 也就是說這句話是韓國瑜要他講的啦 說這個花東高鐵 跟花東快速道路如果通過之後 對花蓮人是不好的嘛 因為大家就不會住花蓮嘛 這很合理嘛 因為本來現在大家去玩 他講說要住宿嘛 花蓮會好海喜 這是高鐵高手過招耶 對 高手過招 他為什麼特別講說中東井 他特別講說我去跟韓國瑜講 其實是韓國瑜去跟他講 中東井很小氣 前兩天我們接到大西瓜 我說復古井送的 可是中東井沒有送我們西瓜刀 沒有 西瓜刀那麼貴 西瓜刀當然是缺西瓜嘛 沒錯 對不對 西瓜一定戰勝不了西瓜刀 國民黨內現在會分裂成兩派喔 分裂成兩派 一個是以盧秀燕韓國瑜 江啟成為主 為什麼韓將要去請客嘛 因為江啟成要選台中市長 背後就是盧秀燕 沒錯 這是一組未來有可能把所謂的國民黨 掌控民眾黨國民黨的一個方向 另外一組就是傅昆琦 加上侯友宜 加上朱立倫啊 這三個人是可能因為這樣子合作 因為有對立面 他們三個會加在一起 因為朱立倫黨員就在傅昆琦手上啊 啊誰來選又是另外一位 傅會支持朱會 朱立倫自己要選黨主席 自己沒有黨員 這... 還要湊同舟計畫 黨員在兩邊 黨員在派系手上 每個人都有幾千 都有幾千票 還有黃復興好不好 還有黃復興 朱立倫也有黨員沒那麼多 朱立倫又得罪黃復興 所以戰鬥欄自己要推人啊 再回來講到柯文哲 柯文哲跟黃國昌之間的關係 關鍵在黃珊珊嘛 就是說他現在也開始意識到黃國昌 這樣這個一直衝 這樣是對民眾黨是不行的 整個三個月被黃國昌搞掉 一半的民調嘛 對民眾黨也是傷的 更不用說柯文哲的聲量 完全被黃國昌所取代嘛 所以他當然想要用黃珊珊 去制衡所謂的黃國昌 所以才有黃珊珊跟吳思堯 幹事長平台的這個階段嘛 不然你每次柯建民跟黃國昌 你差什麼對 那怎麼協調啊 不可能協調嘛 所以未來所謂的民生或中性的法案 可能就是由吳思堯跟黃珊珊 這個所謂幹事長平台去做協調 但是政治法案就不一樣 你看黃國昌還是要殺卓龍泰啊 他還是要罵卓龍泰說謊啊 所以整個的政治議題 他還是會站在傅崑琦那邊 而傅崑琦比其他國民黨的競爭者 更有本錢人的是 我有黃國昌 不要忘記了 民眾黨是一個所謂的時代力量 跟親民黨加民眾黨的三合一的組合 親民黨的人支持誰 為什麼這一次花東三法 有兩個人跳出來 一個林國成跟張祈愷 出來挺傅崑琦 林國成跟傅崑琦的關係多好啊 他們以前在親民黨的時候 就是兄弟了嘛 所以未來柯文哲到底可不可以掌握 這民眾黨的8票 還是會被黃國昌 甚至傅崑琦直接把手伸進民眾黨裡面 這個柯文哲自己看著辦 好小平 你們國民黨接下來熱鬧的呢 都已經在準備黨主席暖身了是不是 我先講這個花東三法 其實他他知道推不動了 七月十六號去花蓮喊話 當然是為了安心 基本交代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兩件事 第一個韓國瑜說這個暫緩 而且我們多推一些金氏立民的法案 民眾法案 或幫地方爭取那個叫財化法 叫做多少比例多出來 因為大家思考一下 你再大的臺北市長 也是臺北也是地方 對不對 中央只剩一個人了 國民黨 那叫做立法院長 你所有透過中央 因為中央錢很多嘛 你的各縣市都要透過韓國瑜 包括韓國瑜講過幫陳其邁 要錢有沒有 高雄都講過這個話喔 所以他要他的高度嘛 就藍綠他都支持嘛 我說韓國瑜 特別是國民黨的縣市 韓國瑜很重要 好這第一個 第二個韓國瑜認為 因為華中山法也不是他的 不可不可行 那副文化你看 哇韓國也不支持 那更厲害的是前兩天 理科夫人 什麼時候理科夫人會同框啊 那什麼時候你們那個 黃珊珊跟你們那個 吳思雄會同框 那都有很強大的政治意涵 你知道好 我先講 我先講這個理科夫人 理科太太出來以後 李彥秀 迪西 我跟你講 如果朱立倫是蔣介石 黃埔軍校校校長 這兩個是黃埔一起的迪西部隊好不好 我說這兩個智庫執行長 跟文昌會主委是核心中的核心嘛 好 他們講話就等於朱立倫講話 朱出手了 再這樣搞下去 國民黨會倒掉 一定要維穩你知道 這兩個很清楚 智庫評估啊 好 那加上白 白現在也在東搖西白 我想真正意涵很強烈是 因為黃珊珊比較偏綠 綠的選民喜歡他 藍的選民喜歡黃國昌 我必須拿黃珊珊來平衡黃國昌 你這樣搞下去會死翹翹 剛剛易珊講得很清楚 第二 我這個黨不可以一直跟著小藍走 滅絕你知道吧 那我這個黨必須藍綠都有一個力量平衡 所以黃珊珊現在變成很 我要穩住那個基本的盤勢 我是個中間的政黨 我白 這個很重要 好 那巴西在花動三法 我跟你講 不會去支持 不會支持富君奇 就黨內也反對 豬也出手 巴票也沒有 所以他就放棄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講到主席選舉 民進黨我判斷 政治的判斷是他會發動大罷免 他發動大罷免 我們也被迫以要罷 細節我不談 他發動罷免的時候 就逼迫我們的主席 本來是五月選 聽說延到十月 延到十月 有風聲 對 我們十月是不是交接 以前一半的時程是五月選 七月一定會召開黨代表大會 決定新的主席或連任主席 大政方針 就我們規定一年 四年要開一次 一年得開一次等等 所以這次會十月初選 十月底交接 所以他還是以這個空間 等待這個機會 我說朱主席 而且對盧秀燕來說 往後一點選 也沒什麼不好 對不對 所以他也無所謂 他要自己選 或者代理人 我就再看 我就還找 好 不管是幾月選 五月選 十月選都也罷 通通碰到民進黨大罷免 所以我們的被迫 我們的主席出來以後 朱連任或新主席出來 都跟這個罷免案掛鉤 領導作戰 罷免案就是 2026 2028的前哨戰 然後民進黨很清楚 民進黨出了兩手 一手的是我看議題 我任士權 我跟你講 柯文哲一定是通過pass 你信不信 你說任士權 都會過 什麼考試院長大法官 都會親近過關 那既然這個 那他們呢 兩手民進黨 一個就是八個 能爭取到不管議題 來回十六席 那慢慢裂解 這一頭不坦白 那我們是54 他們是51 罷兩個 誰被罷掉 一定是另外一個黨當選 藍被罷掉 綠被罷掉 再選一定是 一定換人嘛 換黨 所以他們至少在算數上 就是個數人頭的遊戲 那這次民進黨吃虧吃大了 至少在立法院 差一兩個差很多 好 所以他們一定要罷幾個好罷的吧 什麼廖偉翔啊 什麼 主席好 這個業員資啊 等等 圖選 圖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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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選集就一千 一千多票而已 在那個觀音那邊 所以他們一步一步做 而做這個 是他們的強項 民進黨很厲害 他們的選民很厲害 好 所以我一定要罷到 我至少不坦白 我是超越你一個 一席那就 情況是大不相同 對 又是主流民意了 不像你們副公司 就多一席就說 我們是主流民意 跑去中國 不知道拿了什麼東西回來 今天他要從十多數嘛 因為他八年好日子過冠了嘛 我是說行政權是他的 而且大幅領先 這兩 這八年來 這一次 副那個 柯總召 吃了很多悶 他一定要弄回來 也必須承擔賴靜德交代的任務 人頭要弄回來 好 所以罷免看起來是勢在必行 這個柯文哲 他比較沒有這個 所謂的罷免的壓力 他只有倒閣之後 重新選立委的壓力 對不對 那為什麼現在又爆出一個 錢的事情 不清不楚的事呢 這個事情也還蠻有趣的 這個其實是Z9 吳達偉 就是高宏安之前 曾經在高宏安辦公室 當過助理的那個Z9爆料說 柯文哲有一個0730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就是那個T恤上面寫七點半 七點半快會 的那個T恤 他們去做的一件 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有一個活動叫做 Meeting with柯P 然後七點三十 用那個部分去做一個 系列的文宣跟小小物 結果呢 本來通常 黨主席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個營收 應該要回歸到黨部吧 民進黨都這樣是不是 當然啦 對不對 你就是董主席 董主席用董寶的主委 去幫你設計 設計出來你的衣 你的背 你的毛 去背 背後 一定是回到黨部啊 不過民進黨都是選錢 才做這種事對不對 是 但是 他是選後繼續做 但是比較讓人意外的是說 他的這個T恤 居然沒有回到民眾黨 這是Z9直播說的 他說啊 這個七點三十的T恤收入 沒有歸到民眾黨 而是歸到柯文哲基金會 加上木殼小店的公關行銷公司 很奇怪 進公司 對啊 為什麼 第一個 這個 所有的規劃 全部都是黨部 花錢找設計師去規劃商品的 行銷也全部都是黨部的行政人員 去做的行銷 那為什麼賣出去的這些營收 居然會回到柯文哲的基金會 回到木殼小店 我覺得這真的是太離譜了 而且大家可以還記得嗎 柯文哲在二零一七年的時候 他那時候曾經講過什麼 他說啊 所有的政治人物 只有我沒有基金會 因為基金會呢 就是魔鬼的誘惑 就是魔戒 有基金會很多的人前面給我捐個一百萬兩百萬 後來就拿著服務案來找我 結果他卸任之後 什麼時候成立基金會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號他卸任 結果十二月二十八號 柯文哲就成立一個新故鄉基金會 而這個新故鄉基金會 就是把這個原本應該進到黨部的錢 全部都回到這個基金會 所以柯文哲真的是講一套說一套 以前沒有基金會的時候 他罵基金會 對 等到他卸任之後 他發現基金會很好用之後 他罵完得到一個聲譽 一個名譽上的好處 接下來這個錢怎麼走 他又得到一個死者的好處 自己在開基金會 是 所以這就永遠都是柯文哲 嘴巴罵別人 但自己都在做這件事情 怎麼引發小草的迴響 這件事情因為我認為這是Z9出來爆料的 所以這代表黨部裡面內部一定有人在不開心這件事情 我看這麼多時間 原本木萊的錢要回饋的應該是在黨部的黨戶裡面 結果沒有想到全部回歸到主席個人的這個私底下的基金會去運作 而黨部跟基金會是不是又是兩套人馬 這是不是又是民眾黨內部的鬥爭 我覺得這值得非常值得觀察下去 不過我覺得柯文哲這兩天去花臉騎車 大家都在講說為什麼沒有去見傅昆琦 我說因為那個總召就沒有用了 你還記得嗎 連西瓜都沒有送 在這個蕙琦剛開始的時候 他為了要跟傅昆琦合作 還在那個還在那個立法院的餐廳裡面吃飯 有沒有 跟傅昆琦吃飯 結果這一次到花蓮去 你如果要去振興花蓮的什麼觀光什麼的 你理所當然應該要跟他見面 但為什麼沒有見面 因為再去跟他見面 對小草來講一定是個傷害 這一次的硬推國會的擴權法案 已經讓民眾黨的整個民調往下掉10% 如果他這一次去再跟他見面 他一定會再繼續往下掉 所以柯文哲不會跟他見面 但柯文哲是不是就選擇不跟傅昆琦合作的 我認為沒有啦 他們八個人就分兩派 你看柯文哲就跟他切割 我沒跟你記名 所以現在民進黨說 他要跟民進黨合作啦 或者是釋出善意啦 我還是一句話提醒 要跟柯文哲合作 如果沒有公開透明 你就輸了 隨時會被他賣掉 沒錯 對 好 來看一下 政院要提出七大理由覆益 黃國昌說 卓榮泰就是公然說謊的慣犯 卓榮泰嗆了 誰公信度比較強 社會自有公斷 接下來看看社會的公平又是怎麼樣 來 卓榮泰網路的聲量是8萬8 黃國昌很高 76萬 這個好評影響力 他是兩個笑臉 黃國昌也是兩個笑臉 聲量高不見得笑臉多 值得注意的是呢 他的正聲量13% 中立53%負面聲量3乘4 而黃國昌本人正面聲量跟這個院長一樣 13%中立比院長少一點46% 他的負聲量相當驚人 41% 所以我們想請問一下黃國昌 社會公信力方面 你是不是大輸了卓榮泰院長呢 以及我們再來看一下 黃國昌很多人問說 國昌老師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今天是什麼顏色 你今天又跟哪一個顏色站在一起了 用他過去講的話 來看現在是最精準的了 2016年 他怎麼說的 再來聽一遍 打倒中國國民黨 當然 不好意思 我再做如果有中國國民黨的黨員 請原諒我 因為我從不避諱 我簡單講一句話 不要懷疑我要消滅中國國民黨的決心 但是我也要講一句話 不要天真的以為 只要喊出一句打倒中國國民黨最重要 其他的事情就通通都可以忘了 其他的事情就通通都可以擺在旁邊 打倒中國國民黨 背後有更重要的價值 要去努力 要去實踐 那麼所以現在是什麼樣的價值 要讓他努力實踐 是打倒民進黨嗎 所以他現在在壯大國民黨了 二零一六年 他要打倒國民黨 現在他用選票 直接壯大國民黨 阿川兄 你看了 想不想吐 黃國昌在大學的時候 參加的社團 跟包括川台大學生會長 當時跟他同一期的目標 就是打倒國民黨 這個是對的 那時候在台大叫改革派社團 那另外一組叫做 國民黨的北市 北部知事青年黨部 叫北知青 所以他說的就是對於少年打倒國民黨 可是他對於美國回來之後 只來插進地之後 他就發現說 其實他需要有一個寄居蟹的殼 所以他最早去寄居在這個 這個學生運動太陽花裡頭 後來再寄居在時代力量 然後後來又現在要寄居在民眾黨 那寄居在民眾黨 民眾黨他現在發現說柯文哲 好像也沒有全部都聽他的 那他發現說要在國會要有聲量 要去推他的法案 只能跟傅崑崎負責 跟他合作 所以他就成為這個富水組織 所以他現在的表現 就跟傅崑崎全部綁在一起 包括我們在講那個花東的三法的時候 現在國民黨全面圍剿傅崑崎嘛 那全面圍剿傅崑崎 現在唯一還挺傅崑崎的民眾黨 幹不是 張祈凱啊 張祈凱不是說這個可以VOT嗎 然後這個林國成說我找不到什麼理由反對 張祈凱以前出過一本預算的書 所以他對預算是有概念的 他就是財經專業嘛 所以他聽了董傅崑崎講什麼嘛 就是錢從哪裡生出來 不管 反正他們都聽下去就對了 黃國昌到現在有反對花東三法嗎 沒有 國民黨現在出來圍剿嘛 包括智庫 包括朱立倫 包括韓國瑜 包括王宏威改成的也是 整軍都感覺這個法案不太好 要慢下來 要怎樣 可是現在民眾黨啊 民眾黨立法委員 沒有人出來反對花東三法 有出來反對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說高鐵鐵馬行空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來黃國昌 他現在唯一能抓的服務就是傅君子 黃國昌也不能傅君子倒閉 可是王國昌現在在另外找備案 找備案就說我要去跟民進黨合作 民進黨沒那麼空啊 民進黨 喔 高昌跟我們合作太好了 那我們的法案就可以通過了 對啊 你們這樣法案就可以過了啊 傻傻 傻傻的咧 黃國昌這幾年的表現你還看不出來 真的 民進黨有的人真的想說 對 要跟黃國昌合作 柯文哲簽了六點 簽字都不算數了 其實 現在電話都沒人敢講 其實黃國昌十八月就是 就是這個什麼改革派背用的呢 台大學生會長在選的時候 這算是自己人 可能這陣子有走進去 既然如果要回頭 我們跟他一起合作 有這個人嗎 有這個人在想這些事情嗎 所以民進黨來說 我跟你說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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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民進黨裡頭 只要離開民進黨 跟民進黨理念價值不一樣 一去就沒有回頭了 大家就說互相尊重 你走你的 但是現在的局勢看起來 就是黃國昌的這些表現 他最後還是在包牌